其实我等你这句告白 等很久了 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没什么机会相处 自从和你一起拍戏之后 我见识到了你的温柔 可爱 善良 我发现 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呢 这句话我想说很久了 只是一直没有勇气 直到今天你来找我 杨孟贵 有意思吗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在烧烤摊的时候 拍戏的时候 我总是牵着李永静的手 很熟悉 他的手可没有这么光滑 是有剪的 你倒是摸得挺仔细 一开始我可是当成你在摸的 大学的时候牵不到真人 在系里总可以罢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是我 你为什么还 为什么还约你看电影 为什么还对肖默表白 杨孟贵 你看你气得 脸都绿了 我就是想看看你现在这张脸 所以才对你妹妹表白 我就是想看看 你气疯了 会不会原地爆炸 好可惜啊 我这后面还有更多肉麻的话没说呢 你也太没有耐心了吧 也你妹妹 好歹用点心 你演得那么凶 不摸手我一早就认出来了 既然想要耍我 敬业一点好不好 反过来被我耍成这样 不丢脸啊 你跟她表白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因为你喜欢我 因为你喜欢我 帮米花被你一个人吃掉了大半头 这还不算生气 你们前辈俩不会是双胞胎 终于 你再提她一句试试 我不得不再提她一次 我很感谢你的妹妹 拍戏的时候 我以为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样子 我可伤心了好长时间 毕竟我从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默默喜欢你 关注你 羡慕你 跟你较劲向你看齐 没想到 一拳打在棉花上 都是一场空 不还好 你终于回来了 战斗 其实想离开 我试着去看她 在那面前存在 控制不住的思念 给你的誓言 到永远 明白的爱 现在依然还存在 就这样等待着你的出现 彼此来依赖